泡泡等了18年 然后在双人比完之后 给冒冒说了一句话 说谢谢 对 这个谢谢两个字是 就是谢谢她带我拿到了第一块 奥运会冠军 带我赞上了最高领奖台 之前其实你拿到过世界冠军 冠军和冠军 冠军和冠军的领奖台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太不一样呀 奥运会跟 就是奥运冠军跟世界冠军是不一样的 就是奥运会在我这儿是神圣的地方 是一个很盛大的地方 所以就是就像我说的 我们其实没有说对手有多么多么强 只是说当时我们就是在给你们自己比赛 所以我们把自己 就是一想到这是奥运会 就是奥运会赛场 然后就是在奥运会赛场上去比赛 我们的那个紧张程度 完全就已经是在告诉全世界的人 就是跟世界比赛是不一样的 对冠军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站上台的那个时刻 你有想什么 脑子里面有装什么东西吗 就当那个台 那台是蛮高的 毕竟是最高领奖台 当踏上去的那一刻 脑子里面有想什么东西吗 就我是奥运冠军了 就这么紧张 那一步肯定会踏得特别的坚决 但是踏了18年 但也是帮我把我牵上去的 写手我觉得 写手 举国人的地狱